欢迎来到全新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阳,迪丽热巴登上热搜 元宵汤圆惹恋爱传闻 热巴太盲磕太多 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让杨阳和迪丽热巴 这对CPU火爆被网友戏称为荣耀夫妇 再加上两人元宵节晒出吃汤圆的照片 让荣耀夫妇迅速登上热搜 很多网友直呼 如果这对CPU成真,多好啊 元宵惹的祸 元宵节当天 杨阳和迪丽热巴分别在社交平台晒出汤圆 庆祝元宵节 可照片一经发布 细心的网友顿时便发现了问题 两人晒出的汤圆 吃汤圆的勺子 剩汤圆的碗都是同款 顿时便让杨阳和迪丽热巴登上热搜 疑似两人恋爱传闻好像又有了佐证 照片中 迪丽热巴晒出了自己的自拍照和一碗汤圆 迪丽热巴一身红色毛茸茸的外套 长长的绣发披肩 白皙的皮肤 高挺的鼻梁 确实美帝亮眼 可是网友关注的却是那一碗汤圆 因为杨阳也晒出自拍照 照片中 杨阳和他母亲在泰国度假 所以穿着白色短袖 戴着帽子 一脸的享受 最主要的是杨阳在评论区 曝光了自己吃的汤圆 最喜欢吃的是芝麻馅 有网友经过对比指出 两人晒出的汤圆 吃汤圆的勺子和碗都是同款 便认为两人在一起过得元宵 两人可能恋爱了 所以更让很多人死磕荣耀夫妇 迪丽热巴太忙 磕太多 迪丽热巴的粉丝却对比不屑一顾 吐槽认为 迪丽热巴太忙了 一会是黄景瑜 现在又是杨阳 迪丽热巴不缺热度 就不要再磕Cp了 再加上去年迪丽热巴 消失一段时间 红毯 跨年都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几个月又没有进组 所以网传迪丽热巴怀孕 虽然迪丽热巴晒出自拍照 都没有平息风波 还有迪丽热巴和肖站在机场的磕 后来经证实是P湖 但迪丽热巴确实太忙 Cp恋爱磕不断 艺人也是普通人中的艺员 恋爱 结婚都很正常 没有必要太过渲染 不论艺人和谁恋爱 结婚生子 我们祝福就好了 加航2023艺人和吉吴杨幂 疑似离开 且早有暗示 迪丽热巴成一姐 虽然杨幂已经出到娱乐圈很久了 如果从彭星时期算起 也有二三十年了 走红也有十多年了 但这些年依然在娱乐圈维持很高的人气和热度 这其中一部分来自影视作品 另外一部分来自私生活等各种动态 最近这一年多 杨幂的作品和情感动态不多 虽然资源不错 事业红火 但演技进入瓶颈 作品热度和口碑一般 争议不少 而感情方面 经历了与刘凯威结婚生娃离婚 以及与魏大勋的绯闻之后 越来越平淡安静了 而最近 听得最多的就是杨幂 要离开老冬假加航传媒的消息 杨幂出道多年 与老冬假加航传媒合作也好多年了 相比其他艺人与公司单纯的合作关系 杨幂除了是公司的艺人和头牌 也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双方合作时间比较长 比其他艺人稳定 但即便如此 杨幂在加航传媒这些年的经历 一直让粉丝担心和质疑 粉丝对于加航传媒的营运管理很不满意 一方面是让杨幂接了一些口碑不佳的剧本 影响了演技提升和外界评价 另一方面是一直让杨幂带公司旗下很多艺人 负担太重 所以粉丝完全不顾杨幂 是公司股东的身份 一直喊他离开 而杨幂因为身份特殊 与公司一直不离不弃 但最近这几个月 关于杨幂要离开公司的传闻不断 不过双方始终没有回应 没辟谣也没承认 然而 最近加航传媒2023年的艺人合集和新春团拜宣传中 已经没有了杨幂的身影 这让大家很意外 因为这些年 杨幂一直是加航传媒的一姐 既是股东 也是创收工程 即使签约了很多新人 即使迪丽热巴大红大紫 也无法动摇杨幂的位置 如今杨幂不在艺人合集里 变相证实了传闻不虚 也就说杨幂疑似真的离开了家航传媒 只不过暂时还是公司的股东 继续享受自己打造的江山分享红利 不过 这些其实早有迹象 之前杨幂发动态 说2023对他好一点 还要有新的突破 疑似就是在暗示要离开老东家 寻求新的发展和突破 而且与杨幂一起缺席加航传媒2023年艺人宣传的还有王霄 是杨幂的老搭档 不过杨幂一手提拔带出来的迪丽热巴高伟 光流锐灵张云龙等都没有离开 随着杨幂离开 家航传媒虽然还签约储备了很多艺人 外形不错 但是要在娱乐圈大红大紫 还需要时间检验和锤炼 目前剩下的比较红的没几个 迪丽热巴是当之无愧的一姐 接放杨幂成为家航传媒的当家花旦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